周五美盘时段,美部两游集体上涨,美游突破73关口,为7月11日来首次,涨幅达1.25%,不游涨1.5%,爆发是2.53美元每桶。 据外媒消息称,伊朗警告沙特和阿联酋要尊重伊朗的红线,否则会面临严重后果。 能源咨询机构JBC数据显示,伊朗九月份原油产量,减少5万桶日至355万桶日,伊朗原油出口的持续下降为油价带来了有效提振。 同时市场怀疑沙特和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缺乏足够的空闲产能,因此无法恢复足够的产量来抵消伊朗出口下降的冲击。 2型银行表示,主要原油供应国不太可能会弥补伊朗遭制裁引发的产量损失。 据估算产量损失为150万桶日,全球或将面临石油供应短缺。 从技术面来看,日线图显示,美国原油整体走势较为强劲,目前维持在61.8%那些回调位上方。 这意味着7月3日以来的下降趋势已经得到逆转,而自2017年6月18日以来的上涨趋势仍未结束。 不过目前,RSI指标已逼近超卖趋势,这意味着美油短期内面临下行风险。 关注近视数据,第一时间了解国内财经大事件,掌握最流行的赚钱秘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